从生活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宇宙中每个人能达到的最快速度是多少呢? 而且,我们能超越它吗?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让某些东西达到宇宙中最快的速度——光速? 我们知道没有任何星系间的警察来监控我们是否超过了宇宙的速度限制,但是到底是什么阻止了我们超越这个限制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两个沉重的问题,你认为我们能比光速快吗?或者你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那么我们先定义光速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至少在这个视频中,当我们说光速是恒定的,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光速有两个主要特征 首先,这是在不间断的空间或真空中的光速 其次,我们讨论的是光速在一个不变的时空或一个平坦的时空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到这一切,光速大约为三十万公里每秒 最早的光速恒定概念的实验之一,是由物理学中最著名的人之一,伽利略完成的 他的实验是这样进行的 他和助手分别站在两座山的山顶上 每座山上都有一个光源 然后他将其点亮,并要求助手在他关闭灯光的时候,也将自己的灯关掉 然后伽利略会记录他看到灯光的时间 他重复做了多次同样的实验 结果发现,无论走多远,他都会记录下同样的闪光时间 于是,他给出的结论是,光要么真的很快,要么它的速度是恒定的 在那个时候,后者听起来非常荒谬 到了1676年,奥勒雷默通过观察木星卫星证实了光速确实是恒定的 然而,数百年后,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 为了能够理解他的观点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相对论是如何在古典意义上定义的 例如,假设你乘坐的是一列匀速行驶的火车 我们把这个速度称为微 然后,你的一个朋友正在站台上看着你 而且你的任何一个小动作,他都能看得很清楚 你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然后扔到火车前面 你扔的这个物体的速度,我们称之为S 注意,S是你认为的速度 在他看来,这个物体的速度是V加S 这是古典相对论 当宇宙中的情况几乎是静止的 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些事件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看法比经典的更为狭隘呢? 在他的理论中,他说并不是因为宇宙的静止性 才给了我们这些我们所观察到的物理定律 据他说,只要我们的参照系以恒定速度运动 这种物理定律就能保持不变 无论我们是在一个房间里,还是在一列在旅行中以相同速度移动的火车里 在他的论文中,他将这些参照系归类为惯性系 作为牛顿对惯性定律的认可 还记得惯性定律吗? 它是指所有的物体都倾向于保持它们的运动状态 不管它是运动的,还是不运动的,直到被外力打断为止 那么惯性参考系和光速的恒定性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回火车上去吧 你和你的朋友,让我们把一切都变得宇宙化,绝对理想化 材料不会受到压力 你在火车里的状况不会改变 你朋友的视力不会变差 我们提出的每一个条件都是可以实现的 你的朋友站在太空中的一个宇宙平台上 当然有天文设备的保护 现在他看着你坐在一列以光速加速的火车里 现在你安静地坐在火车上 然后你需要前往自己旁边 你站起来试着半冲刺到火车前面 现在你的朋友他会看到什么呢? 如果你回忆起古典相对论的方法 你的朋友看到你移动的速度最终就会超过光速 我们违反了自然法则吗? 答案是否定的 据爱因斯坦说 如果你真的以光速移动 你会经历三件事 长度压缩 时间减慢 和质量严重增加 所以如果我们回到你在站台上的朋友那里 他会看到的 当你接近光速时 他会看到你移动得非常缓慢 直到你停下来 因为你正在经历时间膨胀 而且火车的长度会越来越短 最后 对你在站台上的朋友来说 你会突然消失 因为你几乎没有长度 没有长度 没有时间 也没有无限的质量 为了使物体以无限质量运动 你需要同样无限的能量 这违反热力学定律 这也不是纯理论上的 你也可以用数学进行运算 然后无论你做什么 你的方程式都会以C结束 这就是速度限制 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声明 就像爱因斯坦之前一样 人们一致认为 不同的参照系会有不同的物理定律 爱因斯坦直接就把这一切都粉碎了 把光速定义为一个宇宙常数 所以对于那些认为 我们可以比光速更快旅行的人 答案是响亮的 不 不过 你也可能听说过另外一个事件 据天文学家观测 一些星系正在以比光速快得多的速度 远离我们 不过这并不是全部的内容 记住 如果有什么东西这样做了 会有一些后果 比如时间变慢 长度变短 质量变大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这里实际观察到的是 宇宙的膨胀 这是比光速快的东西 为了更好的想象这一点 假设你坐了一只纸船 然后你小心地把它放在一条河上 你尽量小心 是因为你不想给它增加一个力 使它移动 然而一旦把它放在那里 它无论如何都会移动 因为水流本身已经有了一个初始速度 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的移动的星系就像纸船 而河流就是宇宙 而且由于宇宙的运动速度比光速还快 将来会有一段时间 来自这些星系的光将不能再到达我们这里 我们将无法再从宇宙中观察到任何其他东西 我们会身处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地方 叫做宇宙 直到有东西最终结束我们的存在 所以综上所述 至少在目前的物理理论中 我们仍然是没有任何办法突破光速的 那么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观点吗 请记得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收看 我们